东海光华营六年来的暑假从不中断 持续光华中疗乡内学生的暑假期间 本次活动分布在乡内的六所学校里 继续透过营队能够让小朋友接触不同的文化 拓展学习视野 光华营是一个多元能力的培训 跟外国的小朋友的青年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会有国际化的经验 然后他必须要自己设计课程 所以他们会培养他们创新的能力 纯粹就是很喜欢小孩子 所以想说有这个机会 就是可以自己设计教学内容 可以来教他们 我觉得小孩可以让我自己的个性 还有表达方面都可以变更进步 本市营队中也有许多位海外的华裔青年参与 希望透过课程的安排 能够让参与的学童学习语言及异果文化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让海外的青年 能够贡献回到台湾来贡献他的所长 那尤其是台湾的偏乡地区 普遍缺乏这个英语教学的资源 那我们希望这些偏乡的小孩子 也能够受到这些一流的 跟国际接轨的英语教育 我们会做的游戏就是 不是用手的 用手的可能会用唱歌 或我们也会玩那个踢球看看在哪儿踢 但是我们会做比较用手的东西 所以他们分籍的那个字 希望透过海外华裔青年 以及东海大学的学生们共同服务下 能够让参与的学童学取英语 以及团队之间的合作与默契 大孩子带小孩子 比老师再带更有趣 而且他们从日常的生活上 也可以学到简单的英语会话 或是简单的这些国外的一些尝试 那也非常感谢东海大学光华盈的学生 还有以及我们一些华裔的青年 每年都来到我们中疗 偏乡服务这些孩子 期许透过一年一度的东海大学光华盈 能够带给偏向学童不一样的知识学习 也让学童及志工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接着六星钟的采访报道